其實這顯示出藍營真的也是緊張啊 焦慮啊 你看說這個什麼要低調 結果陳學勝跟韓國瑜那麼好 他就沒辦法低調啊 他臉書上把韓國瑜抱不平啊 說貪污 韓國瑜沒有貪污啊 說民調低 還有人民調牙更低啊 說他亂講話 說他亂講話 他說還有人嘴巴比韓國瑜更壞的啊 那為什麼就要罷免韓國瑜 就這樣喊冤啊 那昨天我們也講了 這個蕭岸俊就是這個 高雄市農會理事長就講啦 這個就好像你把人家媳婦取進門 才三個月人家沒懷孕 就說他不會生小孩 就把人家趕出去嗎 你看這些說法你怎麼看 陳學勝如果要為韓國瑜抱不平 他在桃園嘛對不對 他可以去連署罷免鄭文燦 這是他的權利啊 我說真的啊 我不是開玩笑啊 我跟鄭文燦也沒仇啊 你可以連署去罷免鄭文燦嘛 你可以連署到法律規定的人數 自然罷免案就成立嘛 這很簡單的道理 這沒什麼好抱不平的 因為今天決定要罷免不是蔡英文 不是蘇貞昌 他就是高雄市民經過法定程序的連署 那蕭翰俊講這個話 我覺得他前面只對了一半 進門三個月你就嫌他不會生小孩 就把人家趕出門 不是不是 你如果用帶媳婦的威來講 不是我們跟這個媳婦出門 是這個媳婦去外面討客兄 選總統不是偷客兄嗎 結果客兄外侄又回來找原來這個媳婦啊 那原來這老公為什麼要他 我有這麼隨便嗎 高雄市民有這麼隨便嗎 蕭翰俊你要講完整嘛 對不對 他講的好像是高雄市民逼韓國瑜去選總統 不是耶 是你韓國瑜你自己要去選總統 所以這不對啦 小平口才很好真的佩服 可是他把很多不一樣事情兜在一起 那我來講就是說 為什麼民進黨在昨天中常會要做這樣的決議 其他背後他他其實是有原因的 的確民進黨在從一開始就覺得說定調這個叫公民運動 黨的力量不要去介入 但是你也不可否認高雄的黨公職多多少少都有幫忙 公開或私下他們幫忙站街頭已經站了大概兩個禮拜了 在就跟選舉拜票一樣在街頭在那邊比666 已經比了很久了 那最後為什麼黨要決定用黨的民意發新聞稿 是因為這個要搭配明天的遊行 明天遊行原本的名稱叫做重返美利島 因為他最後集結是在當年美利島事件發生的那個地方 就五福路跟中山路口 那可是後來為什麼加了一個標題叫做反恐大遊行 這個恐不是恐怖分子 也不是恐怖主義 不要誤會 不是把韓國瑜當恐怖分子 不是 這個恐是指恐懼的恐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這兩週以來 我相信志宏應該可以作證 民進黨很多的基層的 就到高雄的市議員或立法委員 多多少少都收到他們的選民來跟他們反映 說他們想去投票但是心裡真的會怕 心裡真的會怕 因為怕宿民頭背就被認出來 有的是可能我開個麵塘 或是我開個香醬 萬一我去投票被人家認出來 他怕影響生意 所以他心裡會有一種恐懼 因為韓國瑜喊了以後 反正去的大概都是要罷的 對這個是韓國瑜最不到的地方 就是你把市民你做起定 你應該做湯科 你要把市民科做會 他不是他把市民分為兩種 去投票的就是討厭韓國瑜的 不投票就是挺我韓國瑜的 但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並不是這樣 並不是這樣 那所以呢 因為有很多的恐懼 所以他們這個聲音慢慢的地方 基層也反映到黨中央 黨中央覺得說好吧 作為一個民主的政黨 他應該要捍衛的是憲法 賦予人民的這種投票的權利 所以民進黨昨天他也沒講說 大家回去投罷免同意票啊 他只是說鼓勵大家回去投票啊 這個我覺得其實 你應該是這樣看 就國民黨從2004年 我們第一次有機會投公投票以來 他一直都是用這種不領選票 距領投票方式來表達反對意見 當然你可以解釋說 沒有錯制度設計就是這樣子 公投票罷免票不投票 在制度設計上 他被視為反對票 但事實上我們知道並不是這樣 在2004年公投公民投票的時候 他造成一個什麼現象 有一些住在眷村的人 或是他住的社區本身是比較深藍的社區 因為在國民黨操作之下 他原本想去領公投票 因為他覺得他這個對這個議題 他必須要表達意見的時候 可是因為他所處在環境 變成他不敢去領 甚至當時還有一些選務人員 他直接問你說 你要不要領公投票 請問我們去投票投過這麼多次 有哪一次選務人員問你要不要領什麼票 沒有啊就是該發幾張就發幾張給你嘛 在那種情況下 當年投公投的人被視為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可是最後票開出來我們都知道 當年的兩項公投的得票數 比陳水扁得票數還高 這代表什麼 代表有一些總統票他是投國民黨 但是公投他是投同意票 是你國民黨自己把選民分成兩半 這次罷免他們玩的是同樣的招數 他會造成什麼結果 假設禮拜六票開出來 同意超過門檻25% 但是呢沒有到這個過半數50%好了 韓國瑜跟韓粉們倒可以說 你看就少數人嘛 就少數人罷免 我們多數人是挺韓國瑜的 因為多數人沒有去投票嘛 他把不去投票等於支持韓國瑜 他畫上了一個等號 但這是不對的 這也不是一個有高度的政黨 或政治人物該做的事情 一個真的有高度的政黨或政治人物 他該做的是鼓勵大家出來投票 你韓國瑜2018年拿89萬票 你叫不出60萬人嗎 你叫60萬出來投反對嘛 投不同意嘛 大家來對決嘛 因為民主選舉是這樣 當投票率越高的時候 這個民意基礎是越穩固的 因為越多人出來表達意見 那你應該是叫大家出來投票 而不是說叫大家不要投票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這個策略 從一開始 他的居心其實是邪惡的 那剛剛講到說 國家機器動很厲害 其實我跟你講國瑜機器動得更厲害了 我就不要一一舉例了 我們在討論過很多次了 他的民政局長 連他們這個消防局長 我剛剛跟趙天林同台 他都覺得很意外 因為現在這一位 這個消防局長黃局長 他就是當時高雄發生氣爆案時候 負責指揮救災的大隊長 陳菊當市長的時候 他就在高雄市的消防大隊 後來變成消防局 你怎麼會講說 這個是高雄這個是陳菊的責任呢 這個事情你最清楚不過 就他今天的市政府 有很多的行政不中立的地方 我這邊再舉一個例子 這是來過我們節目的 鄭新里 省里長的臉書 他去參加一個活動 叫做中華民國國際旅遊發展協會舉辦的這個 重大疫情影響觀光 相關產業轉型培訓班 5月29號 節訓典禮上面 這個莊啟望 前高雄市黨部的主委莊啟望 致辭的時候 莊主委在會場直接喊什麼 呼籲所有學員不要到票軌投票 要求學員到投票現場監票 這不是國民黨一貫的說法嗎 對 尤其你有沒有注意到國民黨所有的重要人物 出來呼籲大家去監票的時候 他有沒有特別強調 要4點以後才可以去監票 沒有 沒有一個人講過 可是當你追問的時候 他就跟你講 沒有啦我是說4點以後啦 那你韓國瑜要不要出來講一下 江啟成要不要出來講一下 我們講的監票是4點以後 投票結束之後 開票了才可以監票喔 投票期間也不可以去監票喔 這個就在打模糊這樣故意的 莊啟旺以前當過高雄市議會議長 他總是國民黨黨員吧 總是算國民黨在高雄也算一號人物吧 連他都這樣子呼籲 你覺得這些行政資源動得不夠嗎 然後呢 這兩天也有一些里長故意選在6月5號6號 代理民辦自強活動啊 你當時不辦 現在才辦 國旅補助七月七月成員才開始 照理說會精打細算的 里長應該說我們七月一號以後再去啊 搞不好住旅館一個晚上原本自己要付兩千 扣掉補助扣掉三倍券 搞不好我只要付五百塊就可以住 四星級的飯店啊 你怎麼選6月成員6月成員 這個就是行政資源嘛 所以這已經非常清楚 那你再看一個行政資源用到多極致啊 這是一個一個網友 他說他每天上聽這個港督電臺 其實不只港督電臺 高雄兩個最大電臺 一個港督一個Kids 每天都在廣播說路很頻路很頻 最後他們哀怨他說可是我每天上班的路都不頻啊 就說你要宣傳政績可以 但是呢 你不可以太超過嘛 你說路頻路頻其實我跟你講 每個首長都會講路頻 那你說韓國瑜完全沒有做 我覺得也不公平 高雄總委一些馬路是平的嘛 可是每個人的感受會不一樣 那當我感受不一樣的時候呢 我也許覺得說可能路頻還沒有做到我這裡 可是當你越加越加強力道宣傳 每天鋪天蓋地的宣傳的時候 欸我會氣噴臉 你一天再跟我說路頻路頻 我每天騎乘機好像騎买 那心裡自然就會不舒服嘛 你這反而宣傳這種宣傳 你反而是收到反效果嘛 所以我是覺得韓國瑜 其實現在到這個節骨眼來啦 對韓國瑜的定見已成啦 差別就在於說我那天會不會去投票了 差別就在我那天會不會去投票 你剩下三十幾個小時 不可能說原本很討厭韓國瑜 突然喜歡他了 或者原本喜歡他突然很討厭他 我認為不太可能了啦 那就是會不會出去投票 那會不會出去投票會有很多原因 最怕的是突發事件 譬如說我剛剛看到一個新聞 發生在今年五月九號 這個罷韓的志工在街頭宣講 那有一個韓粉騎摩托車經過 覺得他們很吵 他覺得韓國瑜做得很好 韓國瑜很玩 所以下來就跟他們有一些爭執 然後因為吵得很大聲嘛 然後這時候路過另外一個機車騎士呢 看到他們吵了他就來勸架 結果兩個人可能就剛好 不小心把這個原本這個韓粉的機車 給推倒了 就在車廂裡面掉出來一把斧頭 現場嚇死人了 然後當然就趕快報警嘛 後來鳳山的檢疫法庭也裁定了 說這個沒有影響社會秩序 那這位當事人他是辯稱說 這個斧頭不是凶器 我是做原意的 好吧 我們就 因為我也沒有證據指控說 他這個一定是凶器 所以我就 我相信他講的話 那很櫻桃樹的 對啊我相信他講的話 以後是華盛頓嗎 我相信他講的話 可是 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投票結束前 你再發生一件這樣的事情 你覺得哪一邊會倒楣